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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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零件的表现呢 大抵上看还可以 但是你要细看的话呢 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瑕疵了 但总之这一个瑕疵呢 也要比之前的要好上一些 也算是目前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一次相比较初版的HD保特斯第四形态呢 在面颊的刻线部分是进行了补全的 而且高高这一次的面向做的确实是比较清晰了 正常的补色也并不会有多不能拿着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板件 我就先看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的表现到底如何 那么针对于这一款模型最后所呈现的这个状态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针对于近期高高翻膜的一些新HD呢 其实相对来说整体的质量呢 也算是高高模型里面一个上场的试语者了 即便如此 这一款模型依旧是存在着更多样的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也特别好解决 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 这一款模型到底是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去激情一定能修整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所有的配件了 包括一个巴巴兔斯的主体以及第五形态部分的零件 加上这么一把恐龙锤以及一个高高后距这种的标配的支架了 那么所有的内容物就是这些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一款模型的主体部分 批完了所存在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一款模型的整体的左度以及它的模型精度 相对来说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有一些通病的也就是 首先就是侧云甲这个地方的零件非常非常松 而且很容易脱落 然后就是手臂的球形关节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松的 对于后续的把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整个手肘的活动性又比较紧实 可不可以听一下 你可以听到部分的摩擦的声音 这个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背包的这个零件真的是太松太松了 基本上也是一碰就掉的 然后就是这一款模型我进行了修件的部分 只有这一皮尔非常的少 首先就是这个PC2这个零件和整个胸部的左度稍微有些挤了 需要各位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再来就是A21这个零件 我个人建议是针对于底下这个动力管的部分 给它点点胶水 让它粘在这个零件上 不然有的时候在把玩过程中它是容易松脱的 然后就是整个胸部的装甲 我个人建议直接给它粘在胸部的这两个卡榫上 效果会更好一些 再来就是天线部分比较松 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肩甲上方的零件是比较松的 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除此以外这一款模型其他的部分我是没有去进行任何的修件的 正常把玩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里给各位提点小意见 就是之前的高高HD巴布图斯 它的面颊上方的黑色零件 其实呢是比较向下的 那么这个地方针对于后续的面向 其实表现力并不是特别好 我这里边是用笔刀把整个眼镜眼眶上方的这个黑色零件呢 消除了一点点 只要消到把整个眼镜的刻线都给它露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整个眼镜去进行一定的补色 那么这个面向的效果要比之前的好上太多了 但是这个天线有点怂 而且它拼的手有点歪 需要各位用胶水好好调整一下 第六形态与第四形态最大的不同呢 其实也就是胸甲部分 胸甲是新规了一个外挂的第六形态的白色装甲 简单的给它拆住下来 内部也是普通的巴布图斯的胸甲了 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替换上第五形态 宇宙战样式的这一种长条的反应型装甲了 那么第六形态的肩甲也是直接沿用了之前的格雷兹骑士的这么一个肩甲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进行外拉粘开的 然后上方是通过一个卡扣 进行连接 整体的活动性还是比较好的 同时这一口模型的也是提供了第四形态的肩甲 同时这个肩甲呢 也可以是第五形态 陆地站样式的一个肩甲 各位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替换 那么第六形态在整个手臂的护甲呢 是进行了重新规的设计了 之前拼高高HD把握头自第四形态的时候 两侧的手臂护甲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缝隙的 没有办法进行扣实 而今天的这个低律形态呢 两侧的手臂中间是没有任何缝隙的 这个地方的扣实程度还是比较好的 观感上会更好一些 同时整个手臂也变成了这种方方正正的造型了 这个造型的话呢 我不是特别喜欢 而且上方这个白色的部分还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 然后就是小臂下方所挂带的两种武器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低律形态所用的这种机枪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直接进行拆除更换 替换上第五形态所使用的这一种榴弹炮了 那么榴弹炮的弹头呢 一共是提供了两个 其中一个是可以进行翻折的 给它调整到前面呈现一个发射的状态 在裆部和第四形态最大的区别呢 也就是侧群甲了 第六形态的侧群甲为新规的分件 那么整个分件上头白色的贴纸去进行补色的 然后就是内部的一个机械臂了 这个机械臂呢 是可以进行正常的旋转的 那么这个连接件 与整个群甲上方的PC件的连接呢 是比较松的 需要各位针对于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 最后也就是剩下了整个腿部了 腿部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更改的 脚部的话呢 第六形态是换成了这种高跟鞋的设计了 而第五形态呢 也是这种高跟鞋的设计 但是这一款模型呢 第五形态宇宙战里边是提供了这种 和第四形态一样的平的脚掌了 其实针对于高跟鞋这个脚掌啊 造型上还可以 但是在整个模型的接地性上 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其实在后续的把玩过程中呢 摆动作这个脚掌接地性确实不太好 我个人还是建议啊 使用原本第四形态的这个脚掌 效果会更好一些 最后也就剩下了 第六形态以及第五形态陆地战要是专用的 这一把恐龙锤了 说实话 至今好像都没有这把武器的一个技巧 毕竟体化团刚落到地球上以后呢 三明在战斗中就偶然的发现 有这么一把武器了 甚至说这把武器一直陪他到最终决战 那么这把武器呢 整体来说按照官图上是应该有分色的 但是实物图啊 就是这种纯黑的颜色了 需要各位去进行一定的补测 那么整款武器啊 前端是可以进行上台 然后进行翻折的 内部这个小电锯啊 为单独的粉件 其实收纳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把它拆除下来 然后进行一个完好的收纳样式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到此为止 这一把模型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之后呢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可动吧 其实整体的可动性呢 还都是比较扎实的 唯独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那几个问题啊 还都是有的了 至少这一款高高的HD巴布托斯 它的腰部 它是完全不松垮的 头部的活动手感 也相对于之前的那一款 第四形态 手感要好是很多 唯独这肩膀这个球形关节啊 真的实在是太松了 但是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的手臂关节 是非常紧实 这个摩擦的手感呢 对于后续的大型武器握持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需要针对于肩膀 这个球形关节 进行一定的加工 那么整个腿部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屈膝以及正常的活动幅度 脚弯的侧板呢 这些活动也都是比较紧实的 正常的把玩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一款高高HD巴布托斯 第六形态呢 目前的售价 应该是在27元左右 相对于之前 甚至说最便宜的时候 第四形态 9块9包容 这个价格 真的是比较贵了 但是毕竟啊 当时还是有和新厂对抗 而这个新厂呢 现在也不知道 去出什么东西了 反正它出的越出越拉紧 所以这个时候 又没有对抗了 高高新出的HD呢 又回到了之前 那么一个标准的价格了 所以说 这一款模型呢 可能就会有些贵了 而且弯弯 本身HD巴布托斯 就不是特别贵 所以这款模型 性价比呢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单论素质啊 这一款模型呢 也算是高高模型里边 数一数二的 可以买的 那么一款模型了 那么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up my mind Oh You're gently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a good night eye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alive and dr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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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